各位兄姐妹,心靈珍寶今天的主題是 許多聖經提醒我們要恩信而活 以神為樂第四部份 詩篇三十七篇是大衛年老時寫的詩 他人生經歷了很多事 而他教導人第一是要恩信而活 依靠神和仰望他的應許 以神的信實為良 以至飽足和平安 第二,他勸人要以神為樂 他都知道神是會因此更加祝福我們 第三,我們要看見結局 惡人的結局就是很快會歸於無有 但是異人的結局就是能夠承受地土 我們將來都會同主一起承受萬有 一起作王 這篇三十七篇 我一生是要這樣恩信而活 大衛以信實為良 這篇很寶貴 這篇是大衛年老時寫的 兩篇老人詩都很寶貴 但在三十七篇 他知道一生最重要的事 是如何恩信而活 大衛就是恩信而活 這是他一生的經歷 最初一生是要證明的 一生是要相信他,他就能夠打破過獵 他一生經過太多事情 又被皇帝追殺了 這樣就經過自己失敗 他失敗了,他就恩信而活 再起身 他叫人也是這樣恩信而活 他就以神為樂 大卫是以神为乐的,他拿回来的时候,他在那里跳舞,皇帝也跳舞在街上,他不以为此,他因着神很快乐, 神给他这么大的祝福,很快乐,因着神就同在他快乐, 和他以神的出力为良,一旦选择了他做皇帝,他就帮他经过了那些难处,那些皇帝追杀, 所以他在洞里面可以写诗歌,他在难处中,危险中写诗歌, 和诗歌看他的信心,他难处都去到神面前, 所以他的诗歌,一次讲他心中的痛苦拦住,甚至眼睛流到, 像床浮起,他一次回到神那里,失败了,他也要做一次喜乐, 他想神让他听到欢喜化乐声音,所以他能够可以踊跃, 所以失败了,他也要快速起来才行, 37篇, 他已经是经历了很多事情, 他可以说看到, 哇,下巴谷看的一样, 知恩信而活,以神为乐, 最后的胜利, 谁承受这个地球呢? 谁承受西洋沙冷呢? 新知新地呢? 他看到千天国的时候, 那哈布哥看到的时候, 有些语言说, 有些语言识充了全都, 但是你看见,他要承受这个世界, 最后胜利是那些爱神的人, 属于神的爱他, 所以现在不要说身为不平, 很暂时而已, 现在那些人, 你们有地产, 或者是专监地产, 多少都好, 濠州, 他们设在哪里? 那这个人? 那去的皇帝去哪里? 那去的宫殿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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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都乖乖地给我们, 我问全世界现在, 所有哪些国土都乖乖地给我们, 基督宫教会, 我这些地上占了王, 我帮助作王截道永绵于违, 我帮助同着后置, 是承受,整个宇宙,全部乖乖地点出来, 现在他也借用不久,人生几短暂。 所以大卫说了几次,承受地图,他看了结局, 谁最后承受呢?他就被审判,他承受什么? 他就被审判,他承受地狱,不用不平, 所以《沙七章》第一节也说,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你不要在这些鼓子,太谷气, 不值得为谷气, 因为谷气叹的时候,身体不好, 起落身的良弱,你谷气,你怎么起落呢? 所以不如说是作恶的心怀不平, 今天很多作恶的心怀,看你好像是佔优势。 但我们要看清楚,第一点,他现在不是真气来的, 起落思索是零,全部都。 他也有害怕这种东西, 很多高位都害怕, 就算你是做第一个,他害怕的人推翻他, 有些有钱又害怕人家打劫, 然后他就说, 也不要向立行不移的身之疾道。 不要妒忌他们, 看来他们好像透过这些恶行, 欺压人,得到很多东西。 不要妒忌他们。 为什么呢? 第二节很清楚, 因为贪王如草,快, 避割下,没多久而已。 清彩,快枯干。 我应该怎样呢? 第三节。 这就因尊而为了。 你当倚靠耶为行。 今天我们是倚靠神才能够真正行的事。 要不是倚靠神那些,那些不是真善来的。 我们先倚靠神,那些才是真事来的。 要是倚靠神, 住在地上,以他信实为良。 这就是以臣为路。 以他信实为良。 今天神给了很多英许, 但是他信实的, 会兑现的。 那我们就以他信实为良。 譬如他说, 他用万事学力, 叫余光超得这些, 我应该以他信实, 他信实的, 说了这句话他会做。 他还有其他英许,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 享受这英许, 以信实为良。 第四节, 还要升到怎样, 所以不能因信而活。 所有地上的时候, 第一点, 倚靠他行善, 因为他有力量行善, 这个就是因信而活。 他说,以信实为良。 心灵力, 你们都能享受, 信实有这么多的英许。 还要进度, 就要以耶和为乐。 我觉得很值得, 很宝贵。 以为乐已经很好。 但是他还会, 他就将你深入求力, 刺激你。 神说, 既然我快乐, 我还要给你多一点力。 你心想要那些, 我给你。 因为以神为乐的时候, 你就会以他的心意为首。 所以, 他很想将你所要的, 那些是帮神, 以施主商俠的。 那他就赐给你。 因为你不想要神, 他不给你这个, 你要他的东西。 当中你一时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又必胜传。 后面他说了很多次, 那些整个地图, 他还说了一次, 他不要收容一平。 第七节, 你都默然倚靠耶和华。 那因上而华要。 耐性等候他, 不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恶谋成就的, 心怀不平。 第三节, 再说不要生怀不平。 当指着怒气, 你不要发火啊, 太鼓气, 你欺憤怒, 不要生怀不平。 他心应该是很安宁, 平安, 以至作恶。 所以初诺是不停会作恶的。 第九节, 他因为作恶的必被剪罪。 他唯有等候耶和的, 必承受地土。 最后谁承受地土呢? 看结局先看。 第十节, 还得天事, 恶人要归于无有。 很快就没有了,看他这么发达。 你去世册他住处也归无有,他住的地方也归无有。 但十一节又说什么? 但谦占人必承受地土,又再说承受地土。 风声在平安为乐,将来那些二人会承受地土。 千年国和永世。 我们承受的最高贵当然是阿伯帮主和后子, 即是西里特朗,已经太宝贵了。 主委,我预备了你和我都有地方。 但我还要帮作王呢? 神经说,慢了都我们。 我帮主和帮顶占人一起,太宝贵了。 十一节又说,但谦占人要承受地土, 以风声平安为乐。 现在人们承受地土都不一定很平安。 你们主豪宅,看那些人打劫进来。 在后面还一次说这件事, 在第十八节都这么说。 耶和华知道圆长的日子, 他们的产业而已,要传到永远。 夜日节,蒙耶和华似乎的必承受地土。 在夜九节,以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 三十四节。 你都等好耶和华,遵守他的道, 他就抬举你, 使你承受地土。 爱人被剪除的时候,未必看见。 一被说到最后的结局。 说几次? 这就是圣徒地土。 第三十七节。 要细策那完全人。 管车了政治人。 因为和平人有什么? 可结局。 所以说结局方面。 七十三篇一样, 他说到, 他身为和平几乎跌倒。 穿着他,穿着神的圣索, 思想祂的结局。 这本图很好, 让大家看到了, 从简污到永远。 好不怪我最深出于神。 最后, 我们也是最深归于神。 看到了, 永远之力充满全地, 一直直到整个宇宙。 我们在这里, 继续承受地土。 根本就是帮主和后治, 承受这个世界。 还有万有。 那些恶人去哪里? 将来, 不要过恶人承受任何地土, 一寸都没有。 他就去哪里了? 我已经看到结局了。 你当以靠夜, 我话已行善, 住在地上, 住在地上, 以他的顺身为良, 又以为我话为乐。 下周, 将你心里所构的似给你。 将你心里所构的似给你。